马尼卡完全陷入 普京喜笑颜开 特别军事行动将有更大动作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连观点 说到马尼卡陷入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马尼卡不是早就已经被俄军控制了吗 其实并不是 近几个月来 俄军并没有完全控制马尼卡 乌军也没有打算继守 双方围绕马尼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但是 现在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朗 据中国网消息 12月25号 圣诞节当天 俄罗斯防长邵宇 送给普京一份特殊的圣诞礼 那就是 马尼卡已经定归俄军之手 普京非常高兴 他对少尼谷以及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 表示了祝贺和感谢 并且指出 拿下马尼卡后 俄军将进入更广阔的作战空间 据乌克兰网站报道 乌军相关作战地团称 马尼卡并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 乌军还在马尼卡边缘地区作战 不过 这种小规模的C楼 不能作为考量标准 不管乌军愿不愿意面对现实 马尼卡都已经事实上落入了俄军之手 大家知道 马尼卡是顿捷斯克方向乌军的战略支撑 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出纽 地理位置非常显要 正业未落此 乌军从2014年就开始了在马尼卡修建防御工事 乌军在近有2.3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一万多人的马尼卡小镇 修筑了超过3000处防御工事 被称为整个顿捷斯克前线最强大三大巨大之一 乌军在马尼卡要塞化的目的 就是要纳他成为超越巴克莫特的绞肉场 就是为了杀伤更多的俄军有胜力量 从2022年3月17号起 俄军就开始往马尼卡投入兵力 用时间两年 将马尼卡完全炸成了废墟 最后拿下了这里 可以说俄军要突破马尼卡防线 比乌军想要突破俄军的苏洛维金防线还要简单 但是俄军突破了马尼卡 而乌军却在苏洛维金防线碰得个头破血流 最终转弓为首 俄军攻占马尼卡以后 乌军不得开始在赫奥西弗卡地区地劫 试图构建新的防线来抵抗俄军跌下来的攻势行动 但由于这里是大片挖地 乌军放弃这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后期的防线还没有住好 想要抵抗俄军的电弓恐怕非常现实 对于普京来说 拿下马尼卡以后 俄军怎样继续乘胜追击 不会给乌军留下任何的喘息机会 俄务冲突一定会以谈判的形式结束 而现在普京根本不急着谈判 时间拖得越久 谈判的筹码就会越多 对他自己也就会越有利 反而是谈判对俄罗斯最为不利 这意味着乌克兰仅用20%的土地和人口 就完全与俄罗斯脱轨 还会得到欧盟甚至是北约的橄榄枝 从目前形势来看 怎么看这都是一笔赔本的买卖 我们中国早就表明支持和平谈判的立场 但是中国的多次努力 残斗因为德莲斯基的固执而白费 哪怕是当下 德莲斯基仍然坚持不愿意谈判 他只对俄罗斯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而乌克兰却什么都不想做 这简直就是在耍不利 普京表示 一切否认俄罗斯对乌东四省实地控制权的提议 都是无效的 而德莲斯基的固执 只会让俄罗斯的实地控制范围更大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